选手跟着音乐展现扯铃的各种滑石技巧 扯铃在他的手中仿佛有着灵魂般跳动着 吸引众人的目光 唐氏体育总会趁着假日在乌日国小举办这场 一掌杯民俗体育运动锦标赛 希望借此发扬民俗体育 因为我喜欢练扯铃所以才会进扯铃队 学到很多话只要可以表演给同学看 国中的才育表演可以表演 民俗体育台中市是属于我们台湾地区中部的重镇 那去年在全民运动会的时候 我们总成绩是亚军是第二名 那我们的强项是扯铃跳绳跟踢键 主办当委表示这一次锦标赛 包含扯铃跳绳以及独轮车等八个项目 共有70多个学校1000多位选手参与 大家展现苦练多时的成果 表演当中也有不少的创意 展现各项民俗运动的丽与美 六年吧 获得是是是是 经常可以得到掌声 觉得蛮好玩的 就感觉一个轮子可以骑上来很帅 就很独特 刚适是台湾民俗体育发展重镇之一 因此借着这次锦标赛 选手们也互相观摩 分享钻研记忆的心得 让民俗记忆得以向下扎根 解来秋风台中采访报道